我看了这封信以后 我觉得他这样做 非常的烦 有啥子是你直接跟我说吗 我在外面上班 我在外面工作 这是为了一个家 他这样生气有必要吗 掌声有请这一队有请 刘先生64岁来自四川退休 罗女士62岁来自四川 消瘦有请两位 有请 很气愤 四 四 气愤是因为手里这个信对吧 我能看看这个信吗 你能给我吗 请你看一下吗 我先看看这个信 信的内容特别青春充满了活力 她的称呼是亲 我每天在家买菜做饭和一切家务 我却得一个大人在家做这些事情 心里有点不舒服 就是我一个大男人在家做这个事 怎么怎么心里舒服呢吗 不满意在家什么都干了是吧 对 结婚多少年啊 35年 35年来一直这么压抑吗 有啊 您什么都不干啊 我上班嘛 在外面比较忙也很累 但回家以后她经常抱怨我 说回来以后就躺在床上休息 甚至于做的饭 我说不好吃 她就不高兴 您累是吧 累 做饭累吗 怎么说啊 我觉得还是不是很累嘛 不是很累 您不累一下吗 但我在外面忙嘛 忙了以后回来以后嘛 再有叫我做饭 我真的就很烦呢 那个我问一下 在这个信里面 您写的是特别可怜 退休后我一个人在家孤单 我也想和你一起去看看大海 看看世界 不能什么事都包在我身上 做久了有点烦 对的 周末陪您吗 他属于商业性质的 没有正式的星期天 平时就是我一个人 那他要放假是跟您玩 还是跟别人玩啊 还是给别人 也不带您玩啊 对 您好可怜啊 对啊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一个礼拜只有一天 这一天我有同学 有同事 我就陪同事同学 那你咋不陪老公呢 老公 他有他的同学 他有他的同事 所以我在这儿就没有考虑到那么多 那你为什么不告诉他说 老伴我需要你陪着我 跟他说过吗 说过 不听啊 对啊 我跟他说我们同学出去都是一对一对的 我就是单身 好可怜啊 对 您家的事都是您干是吧 对 那这些事的主谁来做呢 他做 您这上面写的职业是销售 对吗 对 销售这么忙啊 您销售什么的呀 我在一个公司里面 到时辰掉烟 所以说我的时间非常非常的紧 有一个儿子是吧 对 儿子也结婚了吧 还没有 还没呢 准备结婚 准备结婚 对 他对儿子也这样吗 对 也是这么漠不关心 然后就甩手 关心还是关心 主要在经济方面啊 向儿子买房子 我的意见就是 因为年轻人出来工作 工资也低 几乎是他买房子 我们家里给他守护 他的意见就是 叫他自己挣钱自己去买 我比较反对他的做法 为什么 因为小孩嘛 他工作了 现在消费也比较高 我们就要给他讲 怎么勤俭 怎么结婚 是是是 这事您做的对 比如说有些不够的 增一点点 我们可以给他仇币 但他全部揽在他身上 这个您做的对 没说您做的不对 我问问啊 您就从来没担心过 您也不顾家 也不顾及他的感受 您就不怕他跑了吗 他不会的 很放心他的人品 还是很放心 你的领导能力 我很放心他的人品 从来没有反抗过 反抗是反抗 还有一些时候 还提出离婚 您提过离婚 对 后来什么情况 他也比较辛苦 出去挣钱 还是为了这个家 您是不挣钱吗 这一辈子 我退休啊 你们俩谁挣的钱多啊 肯定我 哎呀 你看电视机前 很多年轻的女性就想 你这是 这是什么魅力 这太厉害了 钱挣的比她多 对 家里的活还全干了 全干了 不说还往家里一撂 还不管 这还不跑 您干了什么亏心事了 他们会问 没有 就是因为爱她对吗 对 您给她提过离婚 对 她不离 我是吓死她的 真离您也舍不得是吧 对对对 艾特就好奇了 您说也不搭理您 对吧 对 那咱还得什么呢 外面做事比较能干 除以旅情人来烂谱 那也没 您挣得多呀 因为我性格就这个也 就喜欢她这个 特别骄傲的性格是吧 对 朋友们是不是特别羡慕 你有这么好一老公啊 是啊 您自己觉得这老公可爱吗 我觉得她在家 我比较放心 我喜欢在外面接住人 喜欢接交朋友 好好好 我这听明白了 这老公是放在家里 既省心又放心是吧 还不会三心二意的 是这意思吧 我问一句啊 相信大姐应该很有魅力 对吧 可以 那她老这么在外头张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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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